重庆发布暴雪黄色预警 多得出现中雪道大雪局地暴雪 重庆12月26日点 重庆市气象台26日 升级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 当地多个地区出现中雪道大雪 决意暴雪 预计强降雪将持续至27日 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 截至26日9时 重庆前江 有阳 秀山等区县海拔600米以上地区 以及重庆南川 丰都 石柱 武龙 彭水等区县 海拔1000米以上地区已出现中雪道大雪 决意暴雪 立即26日90至27日14时 上述地区强降雪仍将持续受冷空气影响 26日 于乡高速前江 有阳 秀山段迎挨京东首场降雪 最低温度零下2.5摄氏度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东南营运分公司 立即启动抗冰除雪应急运 加强巡查桥梁 隧道口 扎道等一节冰路段 对重点部位进行机械溶雪作业 就近部署抗冰除雪人员 物资 设备 提高工作效率 据介绍 受降雪影响 目前 于乡高速前江西 前江南 前江北 浊水 阿鹏江 黑水 桃花园 友阳 板西 农潭 玉平 秀山 雅江 边城收费站 入口已进行交通管制 重庆市应急局是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要求 相关局限和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做好防雪灾和防冻害准备工作 交通 铁路 电力 通信等部门迅速进行道路 铁路 线路巡查维护 做好道路清扫和积雪融化工作 同时提醒行人注意防寒防滑 驾驶人员小心驾驶 车辆应当采取防滑措施 农牧区和重养殖液料储备饲料 做好防雪灾和防冻害准备 加护棚架等易被血压的临时搭建物 感谢观看